词曲 李宗盛 今日灵修金句 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节 耶稣醒了斥责风 上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 常常有些不愉快的事情 骚扰我们 生活中 常有变化起伏 而我们的身体 也常有病痛 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 为了衣食之需 和对物质世界的追求 我们的烦恼和忧愁 就层出不穷 这时候 面对着的 竟是周围令我们不愉快的人 不愉快的事物 所感到的 就是因之而起的紧张和压力 大事没有 小事却接连不断 真是烦人 不管你在别人眼中 是多么的成功和幸福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的日子 就在这些芝麻 蒜皮小事中 就在这无可奈何中度过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这世俗世界中 一个平凡的人 有些时候 这些烦恼是外在环境 所造成的 由不得我们 但更多的时候 这些烦恼 却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主耶稣斥责风 上海说 住了吧 进了吧 风就止住了 大大的平静了 而我们 主耶稣 是否也在向我们说话 我们的老我 活在这世界上 是否也总是 以自己为中心 为着自己的利益 常常在精打细算 在兴风作浪 我们竟在人性的 七情六意中打滚 又怎能避免 这世间的烦恼和纠纷 主耶稣说 不要坐身 安静吧 若是我们每天 抽出一点时间 停下来 放下手中 正在做的事 将我们的心 安静下来 让我们那被 交割缠绕的心思 放松 舒展开来 我们是神 国度里的儿女 只要我们 安静下来 闭上眼睛 等待 聆听 那内心深处 那微小 但却安详的声音 是主耶稣 是圣灵 在和我们说话 是的 让我们安静下来 来寻求神的声音 亲爱的父神 在主耶稣里 我们原以得到了神 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权柄和福分 但我们却常常迷失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 忘记到主的宝座前和神清静 与生和好 亲爱的父神 求你加添加添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时常寻求圣灵的带领 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是份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祈求是份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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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